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焦点新闻 中国外交部网站显示 在9月2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日本方面表示 一艘中国海军军舰上星期六进入日本领海 前几天一架中国侦察机 也被指短暂进入日本领空 中方是怎样解释最近发生的这件军舰闯入事件 是否是中方无意之举 还是中方有意为之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的规定 涂加拉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方船隻过航该海峡 是行使过境通行权 完全正当合法 关于日方称 中国军机进入日本领空 上周中方已经作出了回应 鲜明了立场 毛宁就说我想强调的是 没有必要刻意关联和过度解读 中方是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国政府的表态似乎表明并没有觉得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日本中国军机和军舰最近的一系列操作 已经在日本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日本自卫队甚至有官员表态 后悔是没有第一时间击落解放军的军机 日本防卫省8月31日表示 中国海军一艘测量船 当日清晨一度是侵入日本鹿鱼岛院外海的日本领海 日本政府已经通过外交管道向中国提出了正式的抗议 日本时报就引述防卫省官员的说话就这么说 中国海军测量船当天清晨 在鹿鱼岛院口永良部岛西方的日本 轮接海域朝东航行 大约于6时左右侵入口永良部岛西南的日本领海 滞留时间约为1小时50分钟 随后于当天上午7时53分离开日本领海 继续朝南航行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掃雷艇和反潜机 在现场实施警戒监控 同时收集相关资料资讯 日本防卫省官员宣称 测量船可以调查海藏的地貌 深度和温度 中国军方收集这些资讯 可能是为了协助中国潜艇的部队 在这个海域进行活动 日本放送协会NHK网站就圈掩地说 中国海军测量船 上一次入侵日本的领海是在去年的9月 8月31日这一次是中国海军测量船 第10次入侵日本的领海 如果加上中国的潜艇和情报偵察船在内 中国海军船已经是第13次入侵日本的领海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得非常清楚 中国海军经过的所谓日本领海是吐加拉海峡 这里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方船隻过航该海峡是行使过境的通行权 完全正当合法 其实日本所谓的中国海军艦船13次入侵日本的领海 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吐加拉海峡 但是早在2016年 中国国防部明确提出 吐加拉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中国军舰过航该海峡 是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自由航行原则 更让日本媒体意难评的是 在几天前 中国空军侦察机还首次侵犯了日本领空 在8月26日 日本防卫省宣布 中国空军一架混9电子战飞机 侵犯了日本领空 日本防卫省表示 这架中国军机于26日上午 10时40分左右 在长期圆五岛市的男女群岛附近 开始盘船 11时29分至31分间 侵犯日本领空 之后继续盘船 直到下午1时15分左右 飞向中国大陆的方向 日本媒体大肆圈掩说 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 是上属首次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黎 在8月30日内閣会议之后 的记者会上透露 日本防卫省的政策局长大和泰郎 以对驻日中国大使馆的驻在武官 提出了极为严厉的抗议 外务大臣上村洋子 官房长官林方正等 也都对中方表示强烈的抗议 还有自卫队官员 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时候 对于是没有击落侵犯日本领空的中国军机 是表现得很后悔 他还说按照国际法 假如侵犯领空 这样就是被击落 对方也都无法提出异议的 侵犯领空与侵犯领海的含义 是完全不同 而我们就这样放过了他们 但是日本自卫队官员这种 揭施底里的言论 即便是连西方媒体都是看不过眼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2日刊发的一篇 长文分析说 针对外国航空器 侵犯领空的行为 当事国是会采取飞机紧急升空 进行拦截等应对的措施 按照国际法的规定 这些措施是需要分阶段进行的 包括通过航空无线电进行警告 军用飞机发出警告 军用飞机进行威胁射击 强迫着陆 击落等 但是原则上是禁止攻击 没有防备的民用飞机的 而日本对于自卫队使用武器的限制 是更为严格 自卫队法第84条规定 防卫大臣可以在外国航空器 违反国际法或者航空法 1952年法律第231号 及其他法律规定 侵入日本领空的时候 指示自卫队的部队 采取必要的措施 使其着陆或者驱逐出日本的领空 简单地说 也就是说如果外国的航空器 未经许可侵犯日本的领空 自卫队可以做的 只有迫迫目标着陆或者驱逐 具体地说 即便是自卫队想要施行警告射击 也都需要通过防空指挥所的管制官 接到相关方面航空队司令官的命令之后 才能够执行 具体到这一次所谓的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 该报道就认为 混9电子战飞机 是一种几乎不具有武器攻击能力的军机 而且对日本领空的所谓侵犯 只持续了两分钟 而自卫队是进行了通告和警告 无论是按国际法来说 或者是按日本自卫队法来说 日方才刚刚开始履行 多重程式之中最初级阶段的程式 中国军机就已经离去了 因此日本方面采取武器攻击的行为 根本是不合法的 日本也有人对这件事看得清清楚楚的 日本明海大学的教授小谷捷南 在8月27日的日本电视台节目 深层news里面他就表示 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的事件 很有可能是由技术上的失误所引起的 出于政治意图的可能性是不大 事实上对此中国方面也早有正面的回应 在8月28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 中日双方正就此事保持沟通 林健就说我想再次重申 中方军机是无意侵入任何国家的领空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也都回应称 中方一向是尊重各国的主权 希望不要对这件事过度解读 中国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载轨飞行268日之后 于9月6日成功返回预定的着陆场 此次试验的原本成功标志着 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 漸出成熟 后组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新华社此前报道显示 2023年12月14日 中国在走传卫星发射中心 运用长征2号F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 试验航天器将载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返回国内预定的着陆场 其间将会按计划开展可重复使用技术的验证 及空间科学实验 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的支撑 9月6日2时30分 长征6日运载火箭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星空 以一战10星的方式 成功将吉里星座03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长征6号运载火箭 由上海航天爪种研制 是中国新一代无毒无污染的低温液体 三级运载火箭 具备发射多种类型 不同轨道要求卫星的能力 可以实施一战单星或多星的发射 为满足本发任务10星的包落要求 火箭采用三层側挂的卫星布局方案 进一步提升整流罩内空间的利用率 通过合理的分离次序设计 与多轮分离仿真覆核 有效保证了十火卫星的安全可靠分离 同时型号在进场之前 安排了全流程真实产品状态的升舰对接试验 确保接口匹配可操作 就为高效完成发射场升舰对接工作 打下了基础 本发任务是长征六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发射任务 在上海航天爪总研制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217次发射 也是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34次发射 航温高铁9月6日正式开通营运 正线全长267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设九座车站 杭州西至温州北最快1小时27分可达 浙江交通集团透露 杭温高铁一期移乌至温州段由民企控股建设 二期杭州至移乌段由浙江省方全资建设 这个是中国首个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和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的商示范项目 据指出 航温高铁两期建设 第一期为移乌至温州段 由浙江省发展规划院作为实施机构监督管理 浙江交通集团和完善地方政府出资代表 作为政府出资引导方 由民营企业百姓联合集团作为社会资本方控股 投资建设 是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和国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资示范的高铁项目 以其为杭州至义乌段 由浙江交通集团控股投资建设 是浙江首个由省方全资建设的高铁项目 作为中国首个商示范高铁项目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大型基础建设的项目上带来了改革的启示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